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说的就是刘宇这种能把握机会又有很大能力的人 刘宇不光会治军打仗还很会安抚民心 因此名声在外拥护他的人非常多 军功显赫的刘宇在平定环旋 重新迎回晋安帝后 由于言于朝廷享受九夕疏力 被封为宋王 在朝廷的地位更是一人之下 外人之上 全大势大的刘宇 当然不甘心于受晋安帝这个傻子驱使 所以他命人谋杀了晋安帝 让人意外的 是他没有篡位 反而又拥立了晋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为帝 刘宇难道不想当皇帝 讲太想了 但当时出现了 昌明尽孝五帝之后有二帝的图称 迷信了他 不得不再干掉晋安帝后 又拥立了司马德文 既然两个皇帝都有了 想当皇帝的刘宇 便迫不及待地 让心腹写好禅 让赵书 并让司马德文疼写 司马德文 司马德文是个聪明人 明知自己是个傀儡皇帝 所以他很配合刘宇 还对刘宇派来的心腹们说 完全篡位时 国家就已经没有了 使刘宇又给续了这多年的国命 现在把地位缠让给他 我是心甘情愿的 随后 刘宇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地位 他仿效司马炎 把司马德文封为领领王 并让他到封地居住 同时也表示 正硕 车架 衣服等 都依进国制度 那么 司马德文是不是像汉县帝 像曹化那样 安度了晚年呢 并没有 他在启程赶往封地时 刘宇就派了大将刘尊 考带兵驻扎在他的封地上 为啥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绝不让他有机会谋反 司马德文在封地的日子 也非常凄黄 他的七九为了讨好刘宇 也常输入他的府中 随时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楚皇后生下儿子 刘宇便命他们将其害死 刘宇不光不许司马德文酒后 还很想取司马德文的性命 但司马德文提防了紧 一切也时都有楚皇后亲自完成 因此 刘宇一直不能得手 后来还是楚家兄弟使记 将楚皇后骗走 随即 亲兵入 是 拿被捂死了司马德文 随后政权稳定的刘宇下令 诸杀司马家族 一时 司马家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腥风血雨 诸杀司马家族 那么刘宇为何容不下司马德文和司马家族的子弟们呢 我认为 原因有三个 一 刘宇那儿子年幼 刘宇当皇帝时已经五十七岁了 古代人寿命不长 刘宇 刘宇 刘宇常年征战 身体沉积颇多 他当然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但他是四十三岁之后才生的儿子 他难免担心在他死后 司马德文会联合支持他的人复辟 那时候 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 就又要姓司马了 所以 他不能容司马德文 二 刘宇出身草根 得不到释迦大族的拥护 刘宇在位时轻摇伯父 损害了释迦大族的利益 因此 释迦大族更亲近司马家族 刘宇担心释迦大族联合 拥立司马家族的后人复辟 三 刘宇窜位比较仓促 刘宇和曹丕 司马延不一样 曹丕和司马延出身释迦大族 且历经几代才完成篡位阴谋 但刘宇是个粗人 他生怕自己在幼生之年做不上皇位 所以 他完全靠杀戮实现篡位 这绝对服不了天下人 因此 他的政权也极不稳定 一些北方敌国 也极力收容司马家族的人 图的就是趁乱颠覆流众政权 所以 在司马德文去封地不久 刘宇便迫不及待地干掉了司马德文 同时 又把沾着鲜血的屠刀 砍向了司马家族 参考文献 难使宋书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